我收夠了等待 你所謂的安排 說的未來到底多久才來 總是要來不及 才知道我可愛 我想依賴而你卻都不在 應該開心的替代 你給的全是空白 一個人假日發呆 找不到人陪我看海 我在幸福的門外 卻一直都進不來 你累積給的傷害 我是真的很難釋懷 終於看看愛會不來 而你總是太晚明白 最後才把話說開 哭著求我留下來 終於看看愛會不來 我們面前太多阻礙 你的手卻放不開 寧願沒出息 求我別離開 好 謝謝 你好會回話喔 我看一下 哇 本來最會回話的人是 詹聰漢同學 結果呢 既然最後 東興騎士也開始 都我自己跑的 什麼意思 應該不相信吧 是你們在聊天嗎 剛剛前面有說可以點歌 好 點歌喔 點歌 我們等一下 我們如果等下有時間的話 等下有 我們先把我們想唱的歌唱完 如果有時間 搞不好可以開放 大家可以就是打上來 下次我們努力的安排 對了 畫質的部分 來畫質問我講一下 那個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是 那個就是 我這個是720的那個 就是攝像頭 所以畫質 簡單來說有點被犧牲掉了 因為我畢竟我希望用電腦連接 我這個Mine 所以基本上音質應該比較好 對不對 但畫質上面的話 我想說以後可以克服 以後再克服 今天是第一集 請見諒 我們現在還在慢慢的克服當中 好謝謝喔 好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則是 成長經歷 其實剛剛有稍微帶過了 那我也講 分享一下我的成長經歷 好 基本上我以前就一直很喜歡的 都是文藝方面的 藝術方面的 像我那個有些學生知道 我也有在畫畫 教畫畫 對 然後 但是我到國中以後 我就開始很喜歡聽 我發現我 音樂的記憶點很夠 也就是我聽過什麼歌 只要我喜歡 我都記得住 雖然我不懂音樂喔 但是我很會記音樂 比如也是以前的動漫歌曲 我都會去把它記住 然後 我也很喜歡 以前有錄音帶 錄音機 我就會去空白錄音機 去錄那個 就電視的一些音樂 對 我會喜歡這樣做 然後 國中的時候就有 同學說 你喜歡音樂 我有寫一些詞 你要不要幫我譜曲 其實就是在記著玩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我想說好啊 就哼唱看看 我覺得我哼的也不錯 我自己覺得 自己覺得哼的也不錯 可是我不懂音樂怎麼辦 我會去找音樂老師 我們那時候國中音樂老師問 我問說 老師我不懂音樂 我要怎麼辦 但是我想要寫歌 然後他說 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 為何用電視 為何用電視比較好 這個多半還是網路問題 如果你要講這個順不順的話 還是網路問題 哇嗚 好 嗨 現在大家 現在有五個人進來了 謝謝 在我的頻道算多了 哈哈哈 直播算多了 好 謝謝 好主要就是 然後那個 我的音樂老師就跟我講說 你先寫吉他 因為吉他是最好入門的一個樂器 在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還沒有烏克利利 現在烏克利是更好入門 對 然後他就說 可不可以 啊 老師明天可不可以不要說嗎 什麼意思 不要說 不要說你來喔 你來我的 你來我的頻道 是不是 好 我不說 好 我不說 這是好尷尬的 好 我不說 沒什麼 這沒什麼 然後主要就是 我要講到哪裡 對 然後學吉他 然後我就開始想到說 其實我這件事情 就放在心上 但是事實上我 因為畢竟國中 也是有要忙的事情 以前不像 現在這麼 像他的話 現在這個東西 其實他基本上是 吉他社的 就是國中就有吉他社這樣子 對 然後當以前我們社團沒有 然後直到高中的時候 我很喜歡一套漫畫 叫做 啾啾奇妙的冒險 知道嗎 有人知道這套漫畫 好可愛的名字 對 然後結果 結果那個 啾啾這一套漫畫 我跟我的同學想要買 他的二手的 他有一整套 跟他買二手 他賣我1800 當時的1800 其實是有點小貴的 我說拜託再便宜一點 他就說 不行 不然我這樣好了 我有一把不要的吉他 我送給你 所以買吉他送什麼 送漫畫 買漫畫送吉他 買漫畫送吉他 然後我才拿到 我終於真的有吉他了 然後我才去找 找我同學 我發現我鄰居有跟老師學吉他 我跟鄰居學吉他 所以昨天你有問我說 我是無私自通嗎 基本上 可以應該說是我 我會去想辦法學 想辦法 就是跟同學學 跟鄰居學 這樣子 那個同學是我小學同學 然後他還住在附近 當鄰居的時候 我就每天去他那邊學 對 然後這樣慢慢慢慢 然後再加上 有經歷社團 像你剛剛說 樂音社那些我都有 參加 然後就慢慢慢慢累積起來 對 於是就 就算是累積經驗 然後之後 也有在 闖出一點小小名堂 以前 對 就這樣子 但是 了解一下 現在Label是什麼時候 如果我知道你有出那個CD 是 要不要講一下這個經驗 哦對 基本上 坦白說 那個 CD這個東西是 我大學的時候 就很想要自己出 出東西 就出自己的作品 然後也有自己自製CD 那叫獨立製作 嗯 然後那個的話 我也有一些分享在我的音樂紀錄的頻道裡面 嗯 然後 這樣子做到了 出社會以後 則是 我去參加一個 以前的一個活動 叫做 那個 那叫什麼 野台開唱 也是很有名的音樂的音樂季 然後就我在那邊的時候 有唱片 有唱片的那個 就是攤販 他攤 攤位嘛對不對 我去那邊跟他交流 就跟老闆交流 結果老闆就說 你有在玩音樂 那你要不要把你的音樂 Mail給他 聽聽看 這樣結果 我就好啊 我就隔天我就把 我的Mail給他 結果他聽到他說 欸我覺得蠻好的 他說他現在正在弄一家唱片行 嗯 那就唱片公司啊 問說要不要加入 嗯 然後於是我就 我就把我那一張 本來我就要自己 本來是自己要獨立發行 但是我就把它錄好以後 花了 再花了幾個月以後 錄好以後 我把這個作品給他 他就把我發行了 然後所以之後就 這個這一家叫我懂娛樂 已經不在了 已經不在 消失了 可是很感謝他 那時候的老闆 蘇傑瑞老闆 我很感謝他就是 那個時候幫助 甚至他之後也幫我開啟了 就是教我怎麼樣 在獨立發行的時候 你照樣可以跟 比如說可以上架 呃數位發行 嗯 然後怎麼樣宣傳 教我蠻多東西 甚至鋪行到 把你的唱片放到唱片行 嗯 這些他都有教我 對對對 就是蠻寶貴的經驗 哦 所以我覺得認識人真的 對 要認識 去交流這樣子 嗯 現在的小朋友我覺得 應該都比較勇敢 因為我那個時候其實是 第一個是不知道 然後 然後 網路或者是說 那個社群媒體 還沒有這麼的發達的時候 然後就會一直去碰啊 嗯 然後也是參加 有些什麼經濟嗎 然後 經濟 經濟是嗎 經濟 就是有經濟人 哦有經濟 經濟業的東西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一心還是想要賺錢 所以那時候 如果去拍 然後 我還 還去 當了兩次的那個靈演 然後 一整天 八個小時 五百塊錢 啊 以前那個時代很 很那個 對然後 沒事就在旁邊等候 跟其他人聊天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嗯這是我真的想要的嗎 然後 我後來體認到 有一件事情是 他們其實會有 感覺上哦 他們應該會有分等 就是 你比較優質的 當然你可以接到的case 就會比較多 像現在大家就是 那叫什麼 呃 就是有一些遊戲 不是會有一些女生嗎 嗯 還是那個 什麼活動 那個我不知道 那個叫什麼 欸 你說 那叫 你說練習生嗎 還是什麼 就是車展啊 車展 就是呃 那叫什麼 就是呃 可以說他們也有簽約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活動上他就會出出現 對 或者有些人 他們自己有那些管道 他們自己就會去 去去 自己去接槍 對去接槍 你這樣的話 就不用讓人家 那個 抽成 對 然後 還是我們那個就是 我本來就沒有 想要做總model這一塊 對啊 那時候就 大概短短三個月後來 就say bye bye 因為他把我的時間 弄得有點亂 就是有時候半夜的時候 才打給我說 欸 那個什麼時候明天 有一個什麼活動 你要不要去啊 天啊 現在半夜一點鐘 你打給我說明天 然後明天還有個 我就要一個月跟家長道歉 那樣子 說到這個 我以前最忙碌的時候 這剛好有到第三題 就是 我們的音樂路上 有沒有什麼壓力過 像我那時候不是我剛剛說的 接續 就是 可以幫我發行對不對 對 然後那時候幫我 幫我接洽成品書店 你知道嗎 成品有音樂館 那時候成品音樂館很流行 然後這全 全國巡迴 就是中南部啊這樣子 北中南都有辦成品巡迴 在去那邊演出 在書店演出 對 然後但是我那時候我在飯店工作 也是很忙 但是我不知道這算好還是不好 就是飯店是輪班制的 你知道嗎 就是它是屬於就是你要怎麼安排 基本上只要跟同事講好就可以 對 然後結果 就變成說 比如說 明天早上 在 比如說 成品信義區演出 早上 那我就 我就不安排早班 我就這樣帶一班 然後等於熬完一整天的夜 然後早上去表演 也是很拼耶 或者 或者還有這種就是 我們早上出發 出發去台南表演 對 哇 怎麼辦呢 那就是 那我隔天 我就可以安排晚班 對 然後我那一天 也是先大夜班 然後早上跟他們出去 對不對 然後到那個表演完之後 甚至有時候不過夜了 就表演完可能晚上七八點對不對 深夜再搭那個客運回來 接隔天早班 對對對 接隔天早班 哇 對所以雖然可以安排好 可是問題是非常累 很累 那時候其實是這樣子 對 我看一下你們都有講話 來 不訂閱未免太無情 沒關係啦 這個也不要 也不要那個 我跟你講喔 我現在做了頻道 大概一年左右 快一年了 我覺得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做頻道 也不要太 要怎麼講 就是 要隨興一點 還是要隨興一點 對 不要那個 那叫什麼 得失心不要太重 對 你只要看到 你剛剛說 從八人觀看 降到六人嗎 我跟你講 好多啊 我平常 你去問那個 詹聰漢就知道 每次我直播 大概就是他在看而已 每次直播 就是他一個人在看 然後在那邊一直 跟我講說 他是人 不是鬼 有沒有看到他的留言 在那邊講 我是人不是鬼 他每次都在那邊講一些 有的沒的 沒關係 你小學生 我可以理解 好啦 謝謝啦 謝謝啦 感謝 對 我真的覺得 對 然後認識蘭白老師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真的他想說的 就是 自己那時候也是臉皮薄 所以讓我真的嚇到的時候 就是 因為去那個 我記得第一次有一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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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電視台 那時候參加錄影 對 然後那個時候真的超級好笑 就是 我那時候 就是 呃 我那時候其實一個 我不是很會跳舞 然後他們又說 因為 如果你節目要好看 又要跳舞 然後我就 跳舞的時候 我就忘記唱歌 呵呵呵 然後 那個時候就是 他們又說沒有 沒有什麼卡啦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 所以那時候就 終於我跟他們 凹到 唱我喜 想要唱的歌 可是那個時候 天哪 是個災難 那整個表演是個災難 然後讓我 那個時候就讓我信 就是 有點信心 就是被打擊 這樣子 然後來第二個節目是 唱得還好 喔 那時候去參加 大家知道5566嗎 這是王仁甫 我都很久 我跟妳講 這個 說個題外話 我當兵的時候 呃 呵呵呵 有跟他 呃 這個 這個可以講嗎 我當兵的時候 有遇到 王仁甫 喔真的嗎 的弟弟 喔的弟弟 對 我跟他很好 可是我到了 我知道好像快離開 我才知道 原來他是王仁甫的弟弟 喔 對 坦白說我在跟他 那個我們在交流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呵呵呵 那現在還是連友 我們現在還是連友 對 又是當兵的 通梯的 哇 好酷啊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就是節目做效果 然後反正我 就是 我 反正就是 我唱到一半之後 就被兩個他們節目的黑人架走 哈哈哈哈 啊 為什麼 就是節目做效果啊 可是我忘記那時候就是 為什麼會去 然後我就表演 然後 後來就被架走 我其實心 後來就是自己 又會覺得 喔 是不是自己不好啊 自己不夠好啊 欸很容易 我跟你講上節目我跟你講 很容易會覺得自己 不夠好 對對真的 然後後來還有一個 就是張飛的節目嘛 他們就覺得我想卡曼 然後上次 呵呵呵 你們以後也有機會 也有機會會 比如說被錄到啊 或者是上節目啊 都有可能 或者被街頭採訪啊 什麼的 欸有時候 有些人街頭採訪就紅耶 很難講 真的 就先頭人家問說 欸你自己有在做什麼 喔我自己有頻道 就紅了 對 有些人會講 真的 講一講自己頻道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自己如何去克服 就是 一定會有人說一些有的沒的嘛 然後我自己那時候 心裡面我很強大 所以就會很在意 就是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我不是來節目 你就丟臉了 因為又PO出去嘛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喔原來 電視台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 就像大家有的時候 就是現在學吉他啊 然後有些歌 然後 若不怕 就是 就是可以 可以PO出去 不管人家說什麼 有的沒的 反正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在做自己的 我也很鼓勵學生這樣子 就是 就算彈得不好 你也是多多發表 其實也是OK 也是會進步的 對 然後其實本來來說 學吉他本來就需要一點厚臉皮 本來就需要 真的 就是彈不好 一彈 彈久一點就會好 是 是因為這樣好 不是說 我怎麼會 我的手怎麼這麼不聽話 我不彈了 那種就不會好 你一定要逼自己 對 我就是可以 才會好 真的 當然也是說 錄了十幾遍 唱得不好 就乾脆不要了 對 不要退縮 好嗎 就是新的一代 呵呵 好 那我們再來唱一首歌 再來要帶來 TIFA要帶來的是什麼歌曲 想想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